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男奶斗的退团消息 2月18号,男团Astro的所属公司声明表示 在与成员Lucky的深度讨论后 决定结束专属合约以及与Astro成员的活动了 感谢一直以来努力的Lucky 公司会珍惜因缘Lucky的未来 之后Astro会维持五人体制 这期间成员们会专注小分队以及个人活动的 我是Aroha,现在真的是很复杂的心情 先不管那些说坏话的人,只是我的心情很复杂 希望大家都能幸福,这期间也因为您很幸福了 他最后因为绯闻,所以结束的不是很好 但是在那之前,与粉丝们也很努力的沟通 对组合也是很真心的孩子,所以感觉很伤心 有一阵子成员们没有常常开直播的时候 他一个人一直开直播,也很努力的作词作曲 所以看到说他坏话的留言就非常伤心 Lucky,辛苦了,会继续应援你的 然后男团DK级的所属公司也发表声明 目前长期处于休息期的母女 在与公司进行讨论后决定 结束现有的组合活动 并退出组合,决定以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 DK级之后会以6人体制继续活动 但是母女的退团不是与公司解除合约 公司会全力支援母女 相信很快就能以新的样子与大家见面的 结果还是退团了 总觉得暂停活动的时间有点长 就算是母女的solo也想要看 真的从出道开始就因缘了呢 因为休息期比较差,所以猜到了 单看性的话感觉是会继续当歌手的 希望退团的成员们 以及成员有变动的Astro DK级 都能继续走话路 下个消息是 SN娱乐发给股东们的信函 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根据韩联社报道 3月1号,SN娱乐寄了信函给小额股东们 而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内容是这一段 很多人说被规模更大的同行收购 对SN不是很好吗 但是海浦一定会将更好的练习生 更好的歌曲 更好的舞蹈加以公演企划 都会优先安排给海浦拥有股份比较多的 Bikit, Odo, Source Music, Playlist等旗下厂牌的 卡靠的有偿增资 可转换公司战 只是为了与本公司的战略合作而已 发行规模也只有9% 不只是没有经营权 也不会与公司的事业领域重叠 会与公司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幼稚了 还不都是厂牌制度 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厂牌自己决定 有时候做取家可能会合作 但是基本上是独立维持的 SM也会是跟一直以来一样 自己经营而已 不过赶紧去卡靠那边吧 都想跟你们扯上关系 旗下厂牌都会有专门的制作人 各团都会有自己的颜色 绝对没有想过会有那种情况 真的太稠陋了 是真的不懂什么叫厂牌吗 或者是你们都会把好歌 只分配给很红的歌手呢 怎么说呢 终于知道米尼锦离开SM来嗨补成功的理由了 他们好像没有将所有权利 都委任给有能力的制作人的那种概念 进来嗨补后 如果以后歌曲或者是概念不满意的话 那些黑子又一定会说是嗨补嗨的 拜托赶紧到卡靠那边吧 一开始有因缘SM 但是越来越能了解 为什么无法解决内部问题 走到现在这一步了 不过也有网友们表示 嗨补因为公开收购股份失败 所以现在才这样丑话题的吧 说得很对呀 嗨补自己设立的厂牌 会让他们独自经营 但是曾经是竞争对手的SM 也有可能只是吸收需要的部分号 敷衍经营也有可能啊 所以对于SM娱乐寄给股东们的信函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旁坛收入暖球股 注销了IG账号 并亲自在于Boss留言 不是被盗号 只是因为以后不会使用了 所以才会删掉 APP也已经删掉了 以后应该不会再使用的 虽然琼谷有亲自发文 说明了注销IG的理由 但是还是有很多华语圈的网友们担心 琼谷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琼谷的留言是韩文 会不会是有着什么隐藏的意思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 有关琼谷注销IG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跟韩国人口差不多的 5200万追踪的账号 都能注销 真的太酷了 有人都用钱来买追踪数 5000万的账号就这么注销 确实不是琼谷的风格 做得好琼谷 像你说的一样 以后用直播常来就好了 真的太喜欢你了 除了几个打个哈切 都能抹黑成骂脏话的无脑门之外 有关琼谷注销IG 大部分的反应都是 这种愉快的感觉 所以粉丝们不要太担心 嗯? 不害羞 啊